哎呦我去 哎呦我去 我带两个人我可能都要去想一想 但是现在的话那员工数量也多 那我订的计划也多会也多 但是我也 或者说是给几百人去做这种报告啊 或者说这个上千人的一个讲座呀 都是可以去去完成的 而且现在你们已经不仅仅是局限于做沉浸式的门店 这么简单了 我们最终是把自己定义为 就是我们是一个做线下沉浸式娱乐的一个公司 我们并不局限于密室 然后我们这个密室沉浸式的玩法是可以赋能给任何的一个行业的 那我举个例子 淘宝造物节它本身是一个展会性质的 今年它做的非常有意思 就是做成了一个全球最大的密室逃脱 然后这个活动的策划呢 是由我们公司来完成的 就它要把展会做成一个密室逃脱 对也就是说玩家可以在里面跟近百名的演员 去配合这个故事最终的一个发生 应该是八万多不到九万 它的互动率非常的高 而且大部分玩家都能够完成我们的 哈喽 不是代价 不是代价 它就是收音机 刚才是收音机 刚刚呢 是解说了一场马德里竞技啊 对西班牙人 看上去呢 因为没有吴磊 这球应该索然无味 但是呢 别说啊 这是我最近解说呀 发挥还比较好的一次 我觉得这个比赛还是挺有内容的 上半场马竞踢的昏昏噩噩 西班牙人呢 这个防守呢 可以讲是固若金汤 下半场呢 西蒙尼另起一展 赌博式换人 确实显示出了匪帅的魄力 最终啊 一个超长的捕食 马德里竞技 神奇的2比1 最后捕食绝杀 逆转获胜 我有一个朋友 也就是宝利的文总 他是马静球迷 喜不自胜啊 喜不自胜 现在我要回家了 对 从大兴回到北五环 南五环到北五环 中间有很远的距离 不过这个点也不堵车 你很关心我的车 对了 我是麦巴赫 我开的是麦巴赫 我决定上南五环 这样的话 还好吧 今儿挺累的 今天 喊了三分之二场比赛 指挥 踢了又踢了一会儿 然后又开车 然后又解说 然后再开车回家 对 佩佩说好多孩子去周总了 对 周总现在成为恒大 一星分大 周总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接下来呢 周总将会整合人马 北上 讨伐足够小将 袁伯涵 江苏已经容不下一星系甲 这个队伍了 那相当于恒大帮他培养了几年 咱们这个 今天晚上咱们这个 荔枝对利物谱 咱还看吗 会员朋友们 今天我那脚外脚背啊 结果小赵没有领会我那脚背 这个也不愿他 因为他以前没有接过这么好的球 休息吧 也行 我得回去干饭了 咱们还等明天吧 明天再聊吧 我就怕 兴师动众啊 最好像最近的这个比赛当中啊 战术最清晰的 就是战术含量最高 我觉得孩子们确实可以 脑子可以 短日间内能够适应这样的一个战术打法 我那左脚传冲不好吗 朋友们 我那左脚传冲到后点 刘凯元要进了 这不是灰子 后天我跟灰子聊一聊 其实今天红队踢的还可以 对吧 这个战术打法还是比较清楚 尤其是上半场的反击啊 确实可以 当然为了这个效果嘛 我上了 如果我要不上呢 这个球 输不了 所以我说 不能首发嘛 确实没劲了 这个节奏确实快 我们中秋呢 也让家长跟孩子们在提一场娱乐性的比赛 然后中秋过后呢 我们就会抓紧时间 因为到十月底就风草了 十月底我们就很难 再找到这个十一人质的足不出户的场地了 就只能去外边了 吃播呀 吃播就算了吧 太晚了 小矿今天可以 最佳球员评选 投票最多的是小矿 我对新有些人新车里面不抽烟 我也会是这样 我买那个新车 我开过 我也不抽烟 那就等着车变旧吧 小赵 小赵 就是你 就按着这个做 所以你一定要去改变 不是说不行 但这个成功的概率很低 就没有必要了 对吧 你看这奥子 中秋今天也是踢的是灰灰洒草 确实进步很大 那么小的个儿 但是呢 在场上十一人质让他如鱼得水 他提八人质啊 没有提十一人质 没有提十一人质好 因为八人质呢 你必须要承担足够的防守的任务 否则的话 你这一个点被爆了 就直接就射门了 所以呢 这个求伤 在十一人质当中就会表现更好 其实李显文 替十一人质也应该比替八人质好很多 李显文呢 但只不过就现在 看不见了 李显文真的是挺可惜的 李显文要是在这个队 其实 他的这个中场控制大局观 也是对球队会帮助很大 但是呢 当初呢 选择了八一 也没有回头路了 去八一了 他当时可能觉得 是不是八一能够确保他先 先进入海淀 他可能也没想到说 这个最后 这么多孩子都能去福中吧 没想到吧 现在可以确定啊 这个三中场 吴王顾 吴王顾柏宇 中尼奥 这应该是一个首选吧 这也是奥子那个量子 打造的 量子打造的 今天的还有一些10的小孩没有上来 现在这个队伍确实是比较庞大 有可能将来就可以分成三个队 三个队呀 让每个孩子都锻炼锻炼 有这个想法 现在呢 09的应该有22个队员 10的有11个队员 正好三个队 就可以踢这种三角赛 小邝90%了 对他体能再恢复恢复 但今天这单刀没进呢 其实上半场我们那俩球要进了 其实红队今天真是经典的防守反击 经典的 无比经典 防守反击 是吧 532能踢出这个味道 这么小的孩子 我还是蛮自豪的 真的 532 今天如果上半场这球 那俩球能进 3比1 那我觉得今天 我说句不好听的 我为中国足球都打造大了个样 将来怎么踢 因为如果你要考虑到 就说这个 我们还没有 两个队伍都在合起来 对吧 那很多位置上还能加强 那踢起来可能更有点味道 中尼奥的射门呢 他短时间内啊 他也就这样了 因为他腿太短了 动力币太短 他发不了力 发不了力就打巧的吧 回头我下礼拜加强一下 有人说是扯淡吗 是吧 你真是找死 本来我是不想啊 不想在这个很美妙的夜晚 再做点什么 但是你这是找死 你这是主动要求血腥镇压 那就再见咯 你再也见不到我扯淡咯 他误伤了 怎么误伤了呢 他不说我扯淡吗 误伤了 那行那我让他回来 回来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可能发不了言了 因为得重新关注100天 哎呀我天哪 怎么办呢 给他个关注吧 给他一个关注 他就能够上来 今晚要进球 是吧 给他解除屏蔽 然后再给他一个关注 他可能就能够回来了 现在能说吗 今晚要进球 今晚要进球 能说话吗 说不了了是吧 哎呀那我只能给他个关注了 关键他也不是会员 给他个会员卡吧 行了他上替补席了 大家看看有没有他 替补席 那他就伤心了 走了 现在已经四处去认爹去了 加入黑的团队 有了是吧 有了是不是来了 来了你问问他 问问他要几折券 今晚要进球 刚才给你误伤了 现在我给你点关注了 以后你就在替补席上待着吧 又走了 把爹给退了 回来了 走了 下坏了 他一定下坏了 哎呀我怎么上替补席上了 这个其实这个西班牙人呢 这整个上半场防的也真的不错 但是现在我告诉你啊 格列兹曼跟苏亚雷斯将来啊 是马性的难题 我告诉你 因为这哥俩呢 虽然说都是一代名将 但是呢都处在 职业巅峰的下行的通道当中 你要留一个还好 你要俩都在场上 那你要说那个勒马尔跟菲利克斯 你说今儿人家表现 你苏亚雷斯和 和这个格列兹曼 你说那就没法比了 关键是卡拉斯科冲上来了 中朝起降 中朝名宿啊 卡拉斯科 今儿踢的真的是好 蓝精灵来了 大连民宿 卡拉斯科今天真的行 我现在还有28分钟到家 你看看家旁边有没有夜宵 还是坐在家回家吃啊 我老不想跟我一块吃饭 北京的夜色啊 刚搬到新家 刚搬到新家那儿 我也不知道旁边到底有没有 这个吃饭的地方 这么晚 足球真的很神奇 很神奇啊 今儿你说这超场捕食 十分钟 结果西班牙人呢 这痛失到手的一分 十四场比赛没赢了 西班牙人 哎呀 乌磊当时 乌磊现在在这个队如果这么大啊 他只有一个位置 就是这个比达尔的位置 可是比达尔的一般怎么着也能踢到七十分钟 所以留给乌磊的时间可能不会太多了 西班牙足球还真是人才积极 因为乌磊现在身价是多少万 几百万是吧 乌磊身价 那个德托马斯那哥们是四千万 三四百万吧 哎 有一个问题啊 你说我是因为足够小将才有的流量 还是因为我有流量才做了足够小将 所以呢 所以呢 这让我觉得很无辜 也让我都有一段怀疑 就是我是不是因为做了足够小将才有流量 后来我说不对啊 我他妈 我他妈微博一条微博八万 那个时候没有足够小将 而且我忽然间发现就说 要是没有这流量 这足够小将 你要是我要是一个二五十万粉丝的人 我还真做不了足够小将 我实话说 其实我做足够小将 其实我做足够小将其实损流量 因为因为实话说就是 就是原来就是我呢 发了大量的小将的东西 好多粉丝都退了 新进来的没有退的多 要怎么说这么多年 我这粉丝也没怎么长 好多就人家觉得你怎么天天弄弄 弄这些乱七八糟的小孩 不看了 而且呢 在我微博上投放广告也没有以前多 因为他那个广告的人就说 说你这董路这个微博现在 几乎就是小将的官微了 他说关注这个青少年的都是少数啊 没有那么大流量 你要多说说国族 你要多说说什么中超 可能啊 这还行 另外一个呢 因为发小将发多呢 我呢原来那些很多搞笑的内容 也没有时间弄了 其实要是论小视频搞笑 我比这些这个小斗这波更早 所以没办法 矿照雷开直播 都几点了 明天我跟老矿连个线 真的我要是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流量 真的小将很难做起来 所以这都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吧 接下来就看看 未来会发生什么 挺有期待的 多了不用 出个俩仨人就行 还得努力啊 还得刻苦 这些孩子 还是得培养他们内心的这种伟大的梦想 得有这种驱动力 否则的话 在校园里面容易倦怠 所以每天我都在吼啊 喊啊 其实我也知道 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听得进去 我只是 哪怕其中有三分之一 能够保持 对吧 将来出俩仨就有希望 但是有一点呢 大家放心 我们投入这么大 家长也做了很多的牺牲 如果我们只是想做一支校园球队 我跟你这么说 一半的劲儿都不用 一半的投入都不用 所以很多人怀疑 说是不是 所有小将就成为了一支校园球队 我相信不会 我相信 不是我相信 我坚信 还有八年 还有八年建分晓 我吃点烤串可以 但我不想吃串水香 这个请你考虑 八年以后啊 兄弟们 当我60岁的时候 一定 过来看看 发生了什么 如果八年 就相当于我们一起 陪着足球小将度过了12年 12年一个轮回 一轮呢 看一看 会怎么样 八年他们20岁 该出来的也出来了 出不来的也出不来了 我们发展最大的难题呢 其实就是 无法淘汰 就不像职业梯队 那么容易淘汰人 没有淘汰呢 就有可能会 这个竞争的气氛会下降 所以我为什么现在变着法的 要让他们 激励他们能够 都是力拼上游 一个是用10激励09 将来用11激励10 如果你09不好而踢 你的位置被10顶了 对不起 那也没办法 还有呢 就是 变着法的通过这个比赛 刺激他们 他比赛 踢得不好 他自身 如果说 有这个梦想的人 他就会自己发狠 你像这个周宇诺 这场球比前面好很多 就是因为他 努力了 因为他自己每天早上起来跑步 水老师 水老师都进我直播间了 跟水老师没有太多的接触 跟水老师的女儿合作过 优酷的 这个世界杯的解说 你们老说大雷来了 大雷来了 大雷是经常来吗 我就知道小黄经常来 黄博文 有时候来 大雷在西亚好好生活 大雷的孩子也非常出色 没准没准过个十年 美国 高尔夫公开赛上就有王大雷的 叫大雷的儿子 小球打得真好 周总来了 周总怎么样 现在签了多少个新人 周总的部队可以换番号了 以前呢 有点还乡团的属性 现在基本上是属于王牌军 王牌军的 周总不会来了 周总 周总现在有点懵 周总说 哥哥 你对我到底现在是什么态度 你要对我负责哟 后继续 臣 不过说实话呢 还是有一些遗憾 就是我感觉 咱这个疫情啊 好像有点要过不去的意思 很难了 国外那边也进不来 咱们出去也够呛 你要职业梯队啊 出去回来完了找个地方 隔离一个14天 假期还行 你说我们都是上学的 你说这出去一趟 回来之后 关键学校也不让你出去 你现在想去欧洲 那你赶紧退学吧 所以 非常非常遗憾 在这个过去的两年当中 我们没法 实时的 来体察 就是我们和世界先进 清讯之间的这个 这个差距的怎么样 变得多大了 体会不出来呀 所以只能是 努力吧 所以只能是自己设定一个节奏 设定一个强度 然后不断的在自己内心有一个假想敌 然后让孩子们 有一天如果真碰着了 至少不至于 惊慌失措 难以招架 这才是谷子γ生中的 这个窗戏 应该能够得透通了 我一直觉得吧 中国足球啊 应该开一个论坛 等这次如果十二强赛又没出去啊 真的应该认认真真的组织一个论坛 其实以前采访的人呢都不对 采访的人都不对啊 明白了吗 没说出东西来 我倒不是说非得采访我 你比如说那个东北玉才那个高教练 也经常在抖音上聊天的 我觉得那位有水平 真的有水平 如果像是那样的人能够多点 说在一个论坛里边全国直播 就中国足球到底是什么 列出一百个命题 把它说清楚 然后领导当场拍板 说这件事怎么办 就跟开人民代表大会似的 得有这种提案 然后呢 就国家出人出钱 然后出专家组 然后评定 哪些提案现在开始就做 你现在每次采访那些人 你说他也没有 也没有这个真正的实践的经历 有实践的经历呢 又没有思考的能力 有思考的能力呢 又没有表达的能力 你说你最后能听出什么来 什么都听不出来 你做那些节目 恶心死 真的 恶心死 没有用 全是表面文章 说那么一大堆 跟四年前 八年前 十二年前 十六年前 二年前 说的都差不多 就弄点玩意儿 来来回回 把这个真正的 中国的 这个足球的 理论水平 时间和理论的结合 创新思维 这些东西都能有一个真正的表达 现在你说采访谁 采访记者 歇了吧 我原来我当记者 说我还以为我挺懂 我挺懂中国足球的 后来我发现 等我做了清训 我才发现 那些人 现在认知水平跟我比起来 都是渣渣 都是渣渣呀 采访球员嘛 其实有必要 但这个球员 如果不涉及清训 说起来的话 也是皮裤套棉裤 必定有缘故 也没什么文化水平 你这样亮的这种还可以 对吧 一个是 他聪明 另外一个呢 他也真正的扎下来 他干了 对不对 如果中国足球 这次真没冲出去 恒大也死了 苏宁也退了 华幸福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广州复利 负利三千五百亿了 对吧 有些队伍现在欠工资 欠个小半年了 你恒不能最后就上岗 跟鲁能一块玩吧 所以职业联赛也面临着崩塌 国家队再往后 更难 没有规划 然后 人才凋零 未来这八年 基本上没闹 对吧 女足就那么回事 能活着就不错了 然后呢 怎么说呢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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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越南 全国U11联赛都有了 咱们这个U11 一年能打三五场比赛就算不错了 对吧 要没有朱小将 我说句实在话 10岁11岁12岁的孩子 你知道他体什么样吗 你也不知道 都是闭门造车 就这几个足校来回玩 直到我把这些足校全给灭了 大家才明白 哦 我走错了 聊天聊飞了 中国 中国足球 这叫什么呢 中国足球 论坛 连半三天 就吃盒饭 六个人一间房 爱来不来 然后全程直播 分几个点 第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足球 就是中国足球 是一种什么样的足球 中国足球的特殊性 这是第一个命题 中国足球的特殊性 第二个问题 中国足球和中国文化 中国足球文化的现状 第三个 外国的所谓的先进思想 能拯救中国足球吗 第四个 中国足球发展不下去 发展的不好 究竟和什么有关 然后这会半天就给疯了 而且来的人 如果没有任何实践 没有任何实践 足球的实践 就给他 get out 别来 你别因为你是什么评论员 你是什么 有名的人 喜欢点足球 你就过来巴拉巴拉的 你给我出去 你就是一球迷 比如白岩松老师 我对白岩松老师 其实我很尊敬 但是如果要聊足球 我真不希望听到他聊 他除了踢球以外 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中国足球 对吧 你说他要聊吧 你还不能不让他聊 而且呢他一聊吧 传播还甚广 把他们信息全给弄乱了 有效信息到底是谁C位 对吧 谁什么级别 怎么座位 阵型是532 还是442 别位这个了 没有意义 对吧 来了一个 都蹲着 都蹲着 谁也别站起来 完了就看 说 戴着面具说 相当于蒙面唱将 哎呦我去 这还喘红灯 蒙面唱将 声音都给他变了 明白了吗 女的变男的 男的变女的 就看谁说的有道理 老百姓投票 但也没法老百姓 老百姓投票更乱了 我说实话 我那从12岁 我看了40年中国足球 我的身份是 球迷 足球记者 足球节目主持人 足球评论员 然后是 这个 球员和教练的 个别球员和教练的朋友 北京公安和中国国家队的 随队记者 米卢 世界房产 托拉斯亚洲区 北京地区 唯一代言人 我还不承认 然后我又成为了 业余足球的 这个业余俱乐部的 这个创立者 业余足球的 召集人 和教练 不远万里到西班牙 击败了由欧足联 欧足联B级教练证带领的 一支西班牙四五级球队的混合队 仰我国威 同时又是中国清训 现象级的平台 中国足球小将的创始人 及主教练 过去四年 我亲自带队迎战的职业梯队 比赛大概有20场 全胜 在德国 西班牙和日本 更不要说在国内了 多次捧背 然后 自媒体 耕耘 十多年 一只王 博客时代 这个网红博主 微博时代 粉丝接近2000万 然后直播时代 一只王 然后是付费直播时代 微家会员 现在 不是第一就第二 然后说过相声 演过话剧 出过书 演过小品 演过电影 不是客串过电视剧 括号跟佟丽雅 陈亦涵 演对手戏 丝毫不落下风 因为也没什么词 然后是广播节目主持人 电视节目主持人 网络节目主持人 主持的节目 包括但不限于 体育 新闻 财经 军事 综艺 人物访谈 情感节目 家庄 在长达五到六年的时间里 在北京 中老年妇女 观众当中拥有着 很高的地位 即便是中央电视台 我们水老师在的中央电视台 我也先后出没于 CCTV1 CCTV2 CCTV3 CCTV4 CCTV5 CCTV7 除了法制进行时 不是除了今日说法 基本上好多节目都参与了 和新闻联播 曾经一度 被北京卫视 要树立为 北京卫视 一哥 结果 他们夭折 因为在上海电视节 领取主持人 新锐奖的时候 公然声称 要把这奖品 当做孩子的玩具 被上海文广 致电 北京电视台 将我封杀 我认为 我是罪有应得 我连哭都没哭 我就走了 然后在北京电视台 先后 在北京体育频道 北京财经频道 北京科教频道 北京综艺频道 和北京卫视 以及北京青少频道 主持过节目 主持费 有500的 也有8000的 全看 制片人对我的认可不认可 曾经 主持北京电视台 喜剧事件 被赵本山老师要求 更换主持人 但是为果 因为他想请的人 不来 汪涵和何炯 最后只能用 用回到我 我为了证明自己 在那场节目当中 我使出了 浑身解数 先后使用了 包括但不限于 调虎离山 暗渡陈仓 回谋望月 当计谋 最后成功将 赵四 括号 刘晓光 说的当场声泪俱下 给赵本山 现场差不多磕头 并且 声称自己要痛改前非 但后来据我了解 没有改成 我先后采访过 成龙 张子怡 韩红 张国立 王刚 张铁林 李成如 李双江 夫妇 括号 孙宏雷 以及景田 如果不是我当场 给景田提了几个问题 那么景田的经纪人 将会在中途 带景田 离开录制现场 因为 编导根本就不让我问人问题 就只问孙宏雷 还有高圆圆 我有一次在电视台 主持节目 当时呢 是一个事件 那个事件呢 好像就是 有一对 夫妇呢 他孩子好像是 丢了 然后又找到了 反正是一个很可歌可泣的事件 但是很遗憾 就这个人呢 那天到了北京电视台呀 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 已经 接受了四个频道的采访 当时人已经麻木了 然后我就在采访他的时候呢 编导啊 就通过耳机让我说 一定要把他说哭 说哭啊 可是我说实话 我怎么调动 我一看今天没戏了 他哭不出来了 因为他的眼泪已经哭干了 你想啊 谁接受四过采访 在一天当中 说还能哭出来 最后 我们给他说笑了 说笑了之后呢 导演哭了 找制片人 说我们不负责任 说我呢 根本就不听 编导的安排 没有完成 我把嘉宾说哭的这个任务 这事反正最后让我也很郁闷 但是很快 我就完成了 这个编导的夙愿 他又接了一期节目 是采访董青 我说这样吧 我上次没给嘉宾说哭 影响了收视率 也影响了你的收入 今天呢 我卖卖力气 我把董青说哭 行不行 后来 还真是把董青说哭了 我这什么信号灯啊 我这走哪来了 不是这个是 这是一个 什么 不是这个是什么路呢 这是 这怎么是五岔路口呢 一二 这不是正南正北呀 信息路 不不不咱不开玩笑了 咱不开玩笑了 咱实话说 真的 我真的期待着中国的这个足球的一个大的论坛 但是一定不要挺 纯理论的人 也一定不要挺没有实践的人 当然这么 就这个标准呢 确实有点高 可能最后也就四五个人来 也行啊 你四五个人能说得清楚的 也行啊 现在关键就是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不是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而是说 我们传播出来的东西 都不是清楚的东西 要么就是情绪的东西 惹你妈 退钱 要么呢 就是 就是一帮大尾巴狼 对吧 车轱鲁话来回说 没有实践 没有真正的思考 哎呀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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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走错了 不过可能这也是天意吧 让我多走点路呢 也能把今天这话说完 中国人始终是低估了中国足球 就是中国人眼里的中国足球 和中国足球的实际真相之间 是有差距的 这点错觉 就直接造成了 我们连我们面对的这个事物都不清晰 又怎么 何谈 你能把这个事物解析清楚 并且呢 找到对症下药的方式方法呢 这是最大的问题 在一个足球文化的沙漠的国度 我们对于足球的认识 本身就存在着极大的偏差 而中国足球的特殊性 又不允许你 仅仅把中国足球 当做中国的足球 而没有真正的当过 中国的足球 我们总是用我们看似了解的世界足球 普遍意义上的足球 去解析中国足球的存在 这是最大的误区 从出发点就是错的 本来人一女的 你把人当成男的了 还搂着哥们 你干嘛 哎呦 你看女的 强制猥亵 所以扯别的都是扯蛋 你找谁来 踢什么球 踢什么风格 什么阵型 让哪个教练来 哪个指挥 什么保障 什么风格 都扯 你先把它认清楚了 多大岁数 多高 什么人 什么学历 什么家庭背景 你得把这人搞清楚 你这人都没搞清楚 你非得跟这人 你是交朋友 也好 还是 这个 这个合作也好 还搞对象 谈恋爱也好 最后你说能结果怎么样 我们连最基本的问题 都没有搞清楚 所以陈旭元 在也就半年 不到半年前吧 接受央视采访 说就中国足球到底 适合于踢什么足球 你想想 一个足写主席 在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 在中国足球 折腾这么多年之后 他还要能提出这个疑问 他其实是个实在人 他可能潜意识里发现 他妈不对呀 我们认为的中国足球 好像不是这个 大家说的那种啊 所以他才明白 就中国人到底应该踢什么足球 我早就在三年前 甚至四年前 我就提出过这个问题 可惜啊 人为言轻啊 所以为什么中国足小将 能做成这样 你会发现 我告诉你 他不是偶然的 你记着 中国足小将能有今天 不是偶然的 不是说只有流量就可以 不是说只有一个赞助就可以 不是 不是说只有一拨孩子就可以 他是有一种思想 他是一种思想和文化的产物 他不是说仅仅是一拨孩子 怎么练的就能练出这样来 不是 他是走真正的社会主义 不是不是社会主义 走了属于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足球的道路 是马克思练定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 相结合的产物 是西方足球先进思想 和中国社会文化 以及中国足球文化现状 相结合的一个产物 是所谓的精英培训 竞技培训和文化教育 相结合的产物 这些东西没有人认 他妈的一些人就盯着 我是不是掐尖 我是不是掐尖 然后我 我是不是 收买了对手 我是不是一个商业项目 我是不是骗了流量 我是不是割了韭菜 你们都那么想这些 而我在一直赢球 你说说 等于说我一直在那发言 讲了很多的道理 最后来人问 你喝的什么茶 任何低估中国足小将 过去四年 发展历史 和发展的经验的人 其实都是 根本就不知道 怎么去研究中国足球的人 可惜啊 世界常为庸人所打造 但是还好 只要你有 创新的思维 你就可以 只要你努力 只要你有一些有识知识 能够给予你支持 只要有一拨孩子 和信任的家长 你就能做出点东西 按说呢 足球啊 他其实还是 容易想清楚的 因为他没有意识形态 对吧 就是这么一个玩意儿 按说能说清楚 但是呢 我们却陷入了固有的思维 要么 把足球不当足球 要么把足球只当足球 而你应该是 在足球 是足球的时候 你把它当足球 当足球不仅仅是足球的时候 你不把它当做 仅仅是足球 只有这样的思维 你才能够认清楚 什么是真正的中国足球 OK That's all for today Everybody 拜拜 我要去享受我的生活了 我要去 跟我老婆吃饭了 拜拜 最后一句话 不管中国足球 能不能说清楚 我想告诉你的事 我心里非常清楚 我改变不了什么 但是我能改变 这二三十个孩子 我想 沧海横流 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但是 你所能够 你所能够展开的思维和想象 你所能够挑战的困难和挫折 你所能够展示的信息和勇气 是无限的 也许 这就够了 自我实现的过程 更重要 你改变不了别人 你改变不了太多 你就改变你自己 OBVIO 分ит 自己 的是 歌